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现场 嘉宾带来神秘礼物送给他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来的时候也受着我们那块五点四万父老乡亲的诅托 一定要把这送给公父亲 旧貌唤新颜 他竟让后进村变身成了先进村 儿子住了两年回来人家里 扶贫两年困难重重 节目现场他首度袒露心声 究竟是何种动力支撑着他一直勇往前行 陕西卫视大型爱心助农类人物访谈节目 托贫路上 今晚为您讲述 曲江春水暖楼关 敬请收看 精准扶贫你我同行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陕西卫视大型爱心助农类人物访谈节目 脱贫路上 我是主持人何平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到来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在生活中超市已经是奇违尝 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是在2018年的1月 在陕西省先是楼关景区有一家超市的开业呢 可以说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 到底这是一家怎样的超市 为什么有这么多家的媒体争相报道呢 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大家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来看看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 来这来客人来客人来 来大家看一下我们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 纯手工制作现场演绎 位于楼关台景区的西安扶贫超市周治店 正在举办一场手工布鞋的售卖活动 当地手工布鞋制作能人高阿姨 现场为大家演示布鞋的制作工艺 游客们对这种做工精美的手工布鞋充满了兴趣 现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帮娃过来的要不要给娃脚量一下 这个给你带一双 超市负责人龚士丰 亲自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测量尺寸 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布鞋的样式和图案 同时布鞋上面也会被小朋友写上专属的文字 这种专属定制的贴心活动 让一些没带小孩的游客心动不已 来聊 完了之后你跟我定制上一双双双双 家里挖着脚有没有个数 我叫三岁 三岁是吧 这个还当然传笑 盯着再就可以盯着大些 盯着大一点 盯着大一点 感觉 你大概 或者你拿手量没量个娃 这个脚多大 一炸 那是这样 那是 我给你量一下 这个一炸多大吗 一炸多一点 放点 放到17 放到18 18 放到18 行 你挖大吗 这个做还得几天 等待我们做好以后 一会您留个地址 我们待会给您这个优回去 好吧 在小者地书穿过 现在都慢慢都不见了 都没用了 到这下来刚好有 我给你挖定了一双 这个扶贫超市吧 咱也过来参与 也给扶贫师也做一点贡献 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呢 就是一方面 我们要把我们的手工布鞋 推广出去 既然在我们这个邦福村呢 有这么好的 这个特色手工艺产品 我们呢 要把它推向更广告的市场 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知道它 同时呢 通过让更多的消费者 注意到它以后呢 为我们当地的这个贫困村 贫困户呢 增加收入 提供一个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 第二个方面的想法呢 是把我们的店推广出去 通过以布鞋呢 作为一个突破口 让更多的人了解扶贫超市 让市民 游客 让所有的消费者知道 在我们这里消费就是扶贫 通过一个扶贫超市 能够整合更广泛的社会力量 能够争取更多的社会爱情 一起参与到我们托贫帮扶 工作当中来 好的 今天通过短片之后 我们的故事的主人公 龚世锋也来到我们演播室的现场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您好 您好 主人您好 您好 欢迎 好 您就坐 手里拿的这是 这是我们扶贫超市的一个产品 手工布鞋 手工布鞋 对 能告诉我这手工布鞋 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吗 这是一双产自我们帮扶的贫困村装的一双手工布鞋 这是一双虎头鞋 大家可以看出是一双小孩子穿的娃娃鞋 这种鞋的好处很软 而且鞋面比较宽 娃穿上以后不会影响娃脚的生长 在当地这种虎头鞋还有一个寓意 就是驱鞋 避灾 这个老虎很威猛 同时家长也希望娃穿上虎头鞋以后 虎头虎脑 渐渐康康 上面还挂着两个铃铛 娃跑起来叮叮当当直响 也成了一个很好的玩具 既喜庆 穿着又舒适 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在里面 没错 是我们传统手工艺品的一个杰作 同时也是我们中国一个古典的 咱们叫文创产品 文创产品 我能不能感受一下 像你介绍这么好 确实非常轻松 而且非常柔软 请坐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龚石峰公主人 在推荐这个虎头鞋的时候 特别专业 俗话说 干什么呢 吆喝什么 我们既然做扶贫超市 既然推广扶贫的产品 那么我就想方设法 又把扶贫产品 它的任何优点 和它这种特色宣传出去 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它 喜欢上它 愿意购买它 从而为我们打开更多的销路 我也关注到一点是什么呢 这些老百姓所产的这些物品 跟我们的脱贫 紧紧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故事呢 还要从一次这种入户调研做起 有一次在入户调研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个群众家里啊 这个老太太在纳这个布鞋底 是因为当时我去调研 是一户贫困群众 是一户贫困户 我就突然想到 为什么我们不能将 群众家的这种布鞋 拿到城市里 卖给喜欢这种布鞋 喜欢传统手工艺品的人呢 就这个手工布鞋呢 我们当时也做过一个核算 既然呢是帮它销售 没错 那么呢就让帮群众算一笔 明明白白的脱贫账 你比如说一双布鞋 大概卖给八十到一百元钱 我们粗略估算一下 可能是这个大人的鞋 卖个几十双 四五十双 对 达到脱贫标准了 然后这个娃娃鞋 可能收购价 相对是便宜一点 便宜 对 但是也大概个八九十双 就可以达到脱贫的标准了 那我想问一下 当初怎么想的 要建这么一个扶贫的超市 这要从我们的扶贫工作讲起 从我对扶贫工作的了解 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在贫困山区啊 有这个品质很好的土蜂蜜 对 土鸡蛋和土猪肉 但是呢 当地由于交通不便 或者呢 这个山高沟深 再加上呢 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他想卖出来 很难很难 但是反观另一个方面呢 城市的消费群体 其实很多人都想说 我要买一些土鸡蛋 土猪肉 存在一个买难的问题 没错 一面呢是卖难的问题 一面呢是买难的问题 没错 所以这个扶贫超市 应该是在把买和卖之间的难处 应该是 架成了一座桥梁 对对对 好的 通过公主人这样一个介绍之后呢 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 到底这个扶贫超市建立之后 对当地的这个扶贫 产生了哪些变化 起了多大的作用呢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 卢关镇后救玉村村民周允之 由于患有心脏病 导致家里成的贫困户 在住村扶贫工作队的帮扶 他在家里养了几头黑猪 但是由于缺乏销售渠道 眼看快到年底了 黑猪的销售却成了他最大的难题 了解到情况后 龚世锋带领扶贫超市的工作人员 来到了周允之家 是这样周大姐 我们把那个开了个扶贫超市 它主要是干嘛呢 就是说咱们可能家里有这个黑猪啊 有个土鸡啊 你想卖呢 可能有时候不太方便 然后那个 其实城里人吧 还挺喜欢买这个东西的 但是他们买起来也不方便 我们就开了个扶贫超市呢 把你们这个一收 收了以后呢 然后在那个景区我们卖给他了 这样呢 就帮他们把困难解决了 这个让你们也把这个销路解决了 他们呢 也把这个买起来也方便一点 孟磊 你给大家看一下 看猪咋样 我看这个大的还可以 毛色活性都比较好 我们孟磊是我们扶贫超市店长 天天往这个村里跑 收农头看电 都有经验的 这个大的不错 活性毛色都比较好 重量也够出蓝椒的 那大姐你给俺找几个村民帮忙 把这个大乐 那我出去给你们找几个 小姐那麻烦你了 麻烦你了 按照市场价 美金12元计算 周云之现场就收到了 扶贫超市2880元的买猪款 收到钱了没事 感谢扶贫超市 帮我们帮忙 给我们解决买猪的困难问题 把困难问题解决了 明年我们 继续打算 继续打算 好好养肌头脂 希望 扶贫超市 继续帮我们 今年59岁的韩海燕 是楼关镇 北寨子村的村民 她身体硬朗 干活也很利索 迎面走来的 是韩海燕的儿媳妇 戴米米 她刚去了幼儿园 接三岁的女儿 放学回家 看似幸福的家庭 却由于戴米米的丈夫 患有肝硬化 常年握柄在床 让整个家庭都陷入了困境 龚世锋 在住村扶贫干部那里 了解到了这家的情况 上门走访之后 龚世锋 邀请戴米米 到扶贫超市来工作 把你基本情况一采集 赵世锋到时候 你给他费个心 基本情况一采集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到时候 还有个人给你培训一下 比如收银 还有一些整理货物 还有仓库管理 各方面培训一下 戴米米到超市工作之后 去江新区工会 还为她发放了 八千元的救助金 戴米米丈夫 现在用的吸氧机 就是用工会 救助的钱买的 因为扶贫超市 离家很近 所以下班之后 她还可以回家 照顾生病的丈夫 和年幼的女儿 每月除了 有固定的工资之外 她还将家里的一些农产品 也拿到超市来卖 这样 她丈夫每月高昂的治疗费用 就有了着落 徐光来 是楼关镇 后久欲存的贫困户 她在家门口养了七香蜜蜂 采集山中的百花 酿成蜂蜜 但是 由于年龄偏大 而且家住山区 出行困难 导致徐大业家的蜂蜜 常年积压 销售问题 一直让老人 非常的头疼 扶贫超市 开业之后 把她家的蜂蜜 收到店里售卖 销售情况非常良好 工作人员 再次来到她家 收购蜂蜜 没想到 这一次 却普了个空 这蜂蜜 在我米到她 初次卖的比较好 现在快端货了 想想来问一下 你看到她的米 还有没有货 想再收下 今年没有了 今年没有了 到明年去 到明年了 这是工夫机 卫童要给你送上的 三个样缝神器 你用这个样缝 可以很大提高 你这个缝的 这个餐量和质量 到最后 工夫机带着唱假 会带着唱假 寄付人员会上门 给你指导这个缝想 到底咋使用 真是 通过刚才这个短片 我看到咱们的扶贫超市 除了帮着代卖农产品 帮助介绍我们这个工作 同时还送来了 这个养风神器 对对对 今天呢 我还把咱们这个养风能手 我们的旧一村的贫困户 徐光来老人 请了过来 行 来 掌声有请 徐大叔 来 您好 大叔 来 请就坐 来 坐坐坐 大爷您好 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我想问一下您 您自己喜欢吃蜂蜜吗 也喜欢 喜欢 您家的蜂蜜 你觉得好吃吗 好吃 怎么好吃 我们的山大沟山 它菜的是北花蜜 各种药草的花质 它都能菜荷了 大家听出来了没有 山大沟山 采的是百花的蜜 而且它的蜜 还有很多的重要材 你说他们家的蜜 能不好吃吗 我不知道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想象 尝一尝的 好 反正我此时此刻特别想 来 有请我们徐大爷家的蜂蜜 我们请两位热心的观众 来 有请 来 咱们先问问大爷 这个是土蜂蜜 对 对 这个土蜂蜜有什么特点 能 潮肥 下火 润肥的作用 润肥的下火 蜂蜜水的功效 一 缓解疲劳 二 帮助消化 三 美容养盐 四 润肥止咳 五 快速醒酒 六 有助睡眠 来 有请二位来一起 品尝一下 公主要不咱俩也品尝一下 好 好吗 来 跟我说一说 喝完这一杯蜂蜜 你的感受是什么 入口容 怎么感觉你像在喝酒 来 咱们听听女士的吧 看女士怎么说 我觉得 首先觉得 就是喝一口吧 特别香 就是有那种 百花香的那种香味 因为它确实是原生态的 原汁原味 真是在勾搭 山深的这样一些地方 采的百花之后 而且有很多的中草药 好的 再次感谢 感谢二位 来 台下去坐 大爷我问一下 您家的蜂蜜 进入到我们的扶贫超市之后 给您挣的钱多吗 多呀 多啊 几年超过的一碗多呀 哎呦 多呀 多呀 多么多 太开心了是吧 太开心了 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呀 而且高兴的 女子也高兴的 就是这样子 然后听说现在 一年一年 有了信心了 自从有了我们这个托贫超市之后 您的这个影更大了 我也是大点啊 我现在 现在在家里还搞房箱子 超市里给我们送的房箱子 对 我明年要大干一场 明年要大干一场 对啊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大干一场准备怎么干 我准备再往大地扩这儿 我这儿一回来可以能抚养 超市这样子扶持 有这么好的小龙 我为啥不干 对 对吧 我明年想分到 一百多箱子的方法 明年想再养 养到一百多箱 对啊 那大爷能不能告诉我说一百多箱的蜂蜜 一年的产值 大概能挣多少钱 自己一千都四五万吧 哦 一百箱的蜂 大概能够挣到四五万块钱 对 四五万块钱对于您家 意味着什么 跟之前相比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好多了啊 那挖自己家回来一看 是你现在这个变化大得很啊 哦 你也不凑了 你也不吃了 回来这这这 也搞熊 警生菜 也得搞风向子了 你这小龙这么好 这么好 我明年也不出去 我也甘之死了 刚才大家没有注意到 大爷在说话的过程中 那个心喜劲 发自内心的 油然而生的喜悦 我都为他开心 是吗 谢谢 非常棒 谢谢 台下就坐 其实刚才看到我们这样一个扶贫超市之后 我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外地的这些朋友 看到了我们这个超市 他们要想买东西 怎么办 我们在淘宝上呢 有淘宝网店 只要在淘宝上搜西安扶贫超市 就可以找得到 那么其他的贫困户 想把自己家的这个农产品 放在咱们这个扶贫超市卖 怎么办 首先呢 我们是欢迎 所有在这方面 有这个需求的群众呢 联系我们 将他的产品呢 放到我们扶贫超市 并入我们的采购体系 此前呢 我们也一直在这方面 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所以说我们扶贫超市的产品呢 由最开始的 在楼关镇的 那么十几样 到周治县的 二十几样 到后来整个西安市的几十样 现在已经是 涵盖全省范围内了 我们从最早的指示说 我们楼关镇附近的老百姓的农产品 那我就在想了 到底怎么发现那些农产品 然后走进我们的扶贫超市的呢 是这样的 因为曲江新区 在周治县对口帮扶了十五个贫困村 我们在每个贫困村 都派驻了住村公众队 正是由于我们一线的住村扶贫干部 他们了解到了群众在农产品销售方面 有这种困难 及时的推荐给了我们才让我们呢 能在很快的时间内呢 了解到了扶贫超市的这种市场需求 那么到底曲江新区管委会 这些扶贫干部们 到我们周治县以后 到底发生了哪些作用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节目现场 嘉宾带来神秘礼物送给他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我来的时候也受着我们那块五点四万父老乡亲的注托 一定要把这送给公伏计 旧貌唤新颜 他竟让后进村变身成了新进村 儿子住了两年回来人家里 扶贫两年困难重重 节目现场 他首度袒露心声 究竟是何种动力支撑着他一直勇往前行 脱贫路上之曲江春水暖楼关 正在播出 2016年曲江新区向周治县楼关镇派出了30位扶贫干部 两年多的时间 曲江新区的扶贫干部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扶了楼关镇15个村的贫困群众 我们的第一数据是干什么用 我们第一数据就是贯彻好 国家政策到贫困库的手里的最后这一战路 对我们第一数据苏仁勇 把自己家的亲戚 与这个企业家也来过来去 来看看转转 把自己的各方的能量 也在为这村座 确确实实是走心 我说老班长 这个事你必须要给我办 他也是部队专业的 不办的话 这村里面是两手抓虾呀 一定要把这个网络拉上 电信去了三趟 头两次没找到他的人 早早的六点钟一起床就直接过去 这是一个教育团 科技教育团 每一家一个猫 送一部免费手机 然后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就给儿子啊 给女子啊 给孙子啊 这通话就方便了 今天下来有点汗 必须要保证吃水 最基础的条件 要去找那个水源点 一大早爬 背着水 你找一个点 最少都要半天时间 只要能给村民办点事 不枉咱就来这一回 古地那个提法 经过是 哎呀 三四十年来就打那个兔墙 这个这个一个啥 秀吉丁或者姊姆扬酒 那支酒就打了 现在不管啥是想把人打了 不 全自己当于爱你爱求人 包括他是独身干部 全部放中上去太多心了 那牛路呀 你把他打开呀 他会用的那根背露 就刚走 是 我用那血链子 一个立白做才好 这个路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 老百姓走路 包括的小孩的上学 特别不方便 三天时间 从早上的八点 一直到下午的三点 我们没有停 中间也没有吃饭 一下把这干完了 一个老大爷他就给我说 他说 给你竖个大拇指 不容易了不起 许江的干部 总有一天是要离开 离开以后要给这地方 要留下啥 不能留下一个 不可持续的发展 来了一个月 没有通信 没有通信的话 只有每次出山的时候 在三口打个电话 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干 谁都有困难 困难咱们就自己特合吧 我们修生产路 修灌溉区域 清雨水铺 还有呢 我们打抗寒警 进行一些扫尾工作 直线了这个小杠杆 敲动大蛋糕 全能公有送电平衡村子 十八个 虚将这块 保护了才十五个村 投鼠瞎响 平衡替剑 这块却是阻力 很实在 截子目前 完成了四条省散道路的 改造 新大的六年抗寒警 还修建了十六个 经税 印税舍死 真正做到了 用心 用情 用力 真正把在地平衡部 当前人 其实刚才在看完 这段短片的时候 我相信现场的观众朋友 也特别感动 曲江新区管委会 所有的帮扶干部来说 到了当地以后 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而且应该说 得到当地老百姓 很多的这样一个赞扬声 而且今天呢 我们也来了一位嘉宾 他到底是谁呢 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嘉宾 出场 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来 请就座 那么我还请您 我们的嘉宾 作业自我介绍吧 好吗 好的 我叫朱鹏志 来自楼关镇 现在任副镇长 朱镇长 是吗 对 今天听说您 也带了一份神秘的礼物 是吗 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吗 可以 好 来 咱往前 来 咱往前 哦 写了一幅字 送给吉江的 叫 取江春水 暖楼关 对吗 对 这字是谁的字呢 这是我们当地的 一位 一位比较有名的书法家 专门他写的 送这幅字 其实也有一个目的 就是通过取江的 切切实实的帮扶 老百姓 暖在心里 我来的时候 然后是老百姓也受着 我们那块 五点四万 父老乡亲的 祝托 一定要把这幅字 送给 功夫妻 好 感谢 送你几两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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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这一幅字非常有意义 非常珍贵 来 请坐 叫 取江春水 暖楼关 带着五点四万 当地老百姓的 这样一个心声 把这样一幅作品 送到了我们 演播室的现场 我想问一下 我们公主人 看到这一幅字的时候 内心里 是不是特别特别高兴 我觉得 这是群众给我们的一份 至高的一份荣耀 也是对我们工作的 一个肯定 我这个 以我自己来讲 我这个人平时 从来不发朋友圈 我唯一发过的 一条朋友圈 就是 当时我在住村工作 第一年的时候 当地群众 给我送了一面锦旗 说心里话 我当时是 发自内心的高兴 感觉我们的工作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自从我们取江 兴趣管委会的 抚平队的所有的干部 住到我们村上以后 他给当地带来哪些变化 这个变化挺大的 首先 他们来了以后 通过认真 扎实的工作吧 前前后后 各个村 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变化 比如说村部 内部的建设 挡建活动的开展 以及主导产业 从宁件 软件 都有很大的提升 产业方面 以及在村里的投入方面 确实力度很大 那我想问一下 坐在你旁边 这位他给你留下了 什么样的印象 不论是从他的工作作风 以及他的 在村上开展的帮扶活动 给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一件样的小事 进村入户 一家一户地在收集 针对每一户的情况 认真的梳理 从工作作风上 给我也起到了 很大的带动作用 我觉得值得向他学习 从2016年7月起 龚世峰开始担任 南寨子村的 住村第一书记 他一直把村里的建设和发展 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来抓 咱们前段时间 不跟你说电商的事吗 今天想把你 又来再聊一聊 电商的事 你上次说了 我考虑了一段时间 因为那资金问题 我想往后再错一下 看后期如果说 再有机会的话再合作 因为现在好多人都 反映说是资金不到位 你看我这还有一点事 没事别急 你们关心的资金问题 无外乎就是买电脑 这个事吗 对吧 上次给大家 做电商培训理以后 大家我看现场 有人有这个想法 说五六千块钱 先买两台电脑 然后才开始做电商 感觉还没见钱 就要投这么多钱 大家心里有点没底 然后今天把你 你这个叫过来 也是给你说个好消息 上次你们来 我看还有几个人 也挺感兴趣的 是这样 这个咱们正好有时间 你一会把大家一叫 咱开个会 我把这个消息呢 给大家说一下 原来 公世锋利用取将新区的帮扶资金 购置了两台电脑 创建了一个微型的电商孵化器 这就解决了村民发展电商 前期资金的问题 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通过这个微型的电商孵化器 能够给大家呢 在创业过程当中提供一些帮扶 降低大家在创业方面的资金压力 资金的问题解决了 马上有村民对发展电商 表示出了兴趣 但是话音刚落 就有村民提出了新的问题 就是公世锋 这还有个啥情况 就是我们这儿 离这个西安市也比较远一点 就快递费用 啥费用都比较高一点 看这一块能不能给 还有什么解决方法 针对村民提出的物流方面的问题 公世锋表示 已经在着手解决当中 现在呢 我们正在选址 曲江新区呢 也给咱们这个拨付了资金 计划在我们附近呢 给建一个物流中心 预计在下一个国际 就是在这个明年8月份之前 我们的物流基地就能够建成 并且投入实用 未来我们的打算呢 是将南寨的村建设成花果之乡 果呢 就是我们的猕猴桃产业 花呢 有两个方面 一是我们建成了自己的村集地产业 苗木花卉集地 第二呢 是我们通过整合农民土地 流转的方式 和取江西云草庄园 一起打造我们的大地景观景区 通过这种方式呢 增加农民的收入 提供更多的岗位 会帮助全村的发展和支付 我们宫主任到了这个南寨子村 应该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是的 两年多的时间 到底南寨子村发生了 怎样的一个变化 它最有发言权 它到底是谁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来 你好 你好 宫主任好 来 请就坐 刚才我也卖了一个关子 说 宫主任来到我们南寨子村之后呢 您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能不能做些自我介绍 我实在住这些楼馆镇 南寨子村 村主任 行叫叫叫方海 但是这个村主任 有两届五年来 公书记从这个 一七年七月地 通过镇上衔记 还是我在镇上把公书记 领导在村上来 我想问一下 自从我们公书记 来到我们南寨子村之后 给我们当地 带来了哪些变化 这个变化 出现是 我可以说 我家里边一个私事 给大家说一下 我儿子是在一六年 九月份 残军如雾 在外面 复习一两年 残一哥 回来求探请假 求探请假的时候 从在咸阳 起唱下飞机 跟我打电话说 爸 你都不用来接来 我等下叫个主持人回去 那行 你回来可能就在 晚上的六天班左右 可能回来 结果我到家里 一直等到八天 五天回来 最后跟我打电话 我说 你主持人在那个 在那个村客 你应该能知道 我咋看那个村客 都不想在那个村客 说在那个村 那个楼子 没有这么好的 我主持人在那个村 那个楼两边 都是都是垃圾 路中间 放在那个乱堆 乱方放在这个盏块 透堆 我只要一看 住在这两边 晚上的 一看这个 还有两边 还有这个太阳能路等 两边的日花 道路也宽了 也宽敞了 也干净卫生 那我叫十几周章 我都不干人 这在村客 还躲跑了 几十里路 村是旧貌 欢心眼 从这一点 就说明 儿子坐了两年 回来 任不定 变化真大 就是这个变化 这就是两年的时间 发生的变化 切身的一个感受 对 这个最切身的感受 前一段时间 在去江的领导 在那村上 靠岔来 靠岔来以后 解放一些 群中代表 还有一些 老当员 问一下 还有对在去江 你跟这个 这一年 这个榜夫 还有啥要求没有 有那个群中代表 直接说啥 直接说 我们也没有啥要求 我们也不要 其他啥东西 我们只要 共事纪 继续担任 咱的主纪 所以还是那句话 金杯 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对 当官 就得这么当 当咱老百姓的 主心股是吗 对 这才是老百姓 真正喜欢的 我们的第一书记 应该有的一种形象 和责任的一个担当 好的 再次感谢 郊主任 来 台下去坐 其实此时此刻 在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作为一名 曲江管委会的脱贫干部 一位负责人 一位第一书记 两年多的这样一个工作 脱贫的路上 给你最大的体会 是什么 做扶贫工作 有两年多了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觉得 设想的扶贫工作 可能和我们参与 其中以后还不一样 真正干起来 比想象中还又难 我记得 我在我的工作日志上 曾经写过一句话 我们的每一份努力 其实背后都有 千百双眼睛 看着我 或许我们的每一份工作 每一份努力 就是他们生活的 一道亮光 能给 我们就是 能给他们的生活 带来改变的人 所以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克服困难 好好的工作 其实龚书居在说到 这一番话的时候 我还是内心里 有很多感动在其中 我们能够给 当地贫困的老百姓 带来一束光明的时候 当地的老百姓 就能够看到希望 那么接下来 建议现场所有的朋友 用掌声 把我们龚主任 送上我们 手印和留下的名字 那么此时此刻 看到自己的名字 看到自己的手印 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手印 留下的 应该是 一份承诺吧 既然来做这份工作 一定 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 给社会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同时给 相信我的父老乡亲们 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好的 太棒了 一个手印 一个名字 它是一份答卷 也是 一种承诺 我们贫困山区的 那些老百姓 应该能够真真正正地 在他们的带领下 能够过上 自己想要的日子 能够真真正正地 脱贫 致富 好的 再次感谢 公主任做客 我们的栏目 也感谢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 给你吃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观看